李文Coco出席癌症基金会活动 刚从纽约回港的他 就透露此行欣赏不少时装秀 所以这天也寄养到台上走走猫步 除了欣赏时装秀外 Coco更于时装周上担任开幕礼主持 对他来说可算是一个新挑战 最近比较忙就是跟 纽约的时装周的东西比较多 最近也是做很多的这些主持 也是一些新的尝试新的挑战 那刚刚是从美国飞回来 所以有一点时差 其实做主持应该这是第一次尝试 是一个比较规矩的 比较formal一些的方式去做主持 所以有很多东西要去学习了 另外提到早前美国纽约发生爆炸案 原来Coco当时的住所与爆炸案发生的地点 只是相隔三条街啊 因为在纽约如果我们多待一天呢 就是在我们那个地区就是找到那个炸弹 所以很可怕非常可怕 那就是就觉得人生就是这么 You know it's crazy You never know so 真的我觉得听起来是真的蛮可怕 一下了飞机之后就看到 他们在我们的那个地区找到那个炸弹 虽然在工作上Coco不断有新的挑战 但也要管好你的造人计划耶 我完全不想这个了 因为我觉得越讲越多 就越没有机会 所以我现在都不敢讲了